持续来关心的是有关于日月光公司污染后禁锡一案 高雄高分院今天是更衣审宣判了 日月光开机场的苏炳硕等四名被告 原本在二审互判无罪 现在更衣审该判有罪 也获得了唤刑宣告 林县元报道 日月光公司K机场在102年10月1号 盐酸易流 被水流进后禁锡 被检出涅酮浓度超标 日月光K机场常务处长苏炳硕等四人 因此被控违反被欺误清理法等罪 一审判处四名被告有期徒刑 一年四个月到一年十个月不等宣告缓刑 二审改判无罪 检察官不服上诉 更衣审8月24号宣判 撤销二审无罪判决 四名被告改判有罪 判处常务处长苏炳硕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 被水组主任蔡奇勋一年六个月 被水组专案工程师游志贤一年十个月 刘威成一年八个月 四名被告都获得缓刑宣告 缓刑期间交付保护管束 中广记者林仙元高雄报道 好 这是有关于大力光的部分 在今天更衣审员工改判有罪 日月光说尊重判决的结果 这里是中国广播公司